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的颜值你爱了吗? 看整形医生如何评价。 整形医生如何评价王一博的颜值? 王一博是娱乐圈有名的侧颜纱,这源于他拥有完美的鼻面角度和下颌角。 王一博的鼻额角和鼻合角都在130度左右,鼻唇角无限接近于90度,这都是男性非常完美的比例。 有的人说他整过鼻子,我觉得这正是对他完美侧面鼻形的一种夸赞。 他的下颌线是特别清晰的,大概在120度的样子。 下颌线的角度在男性来说是最显酷的,所以他拍照的时候总喜欢把他的下颌线露出来。 非要谈他美中不足的地方,那么就是他的上庭可能会有些偏短,因为他中庭比较偏长,所以他看上去会比同龄人成熟一些。 现在他整体是非常好看的,主要得益于他苹果肌上的嘟嘟肉,所以王一博和靳东一样,都是脸上不能太瘦的脸型。 王一博你凭什么这么红? 王一博,1997年8月5日出生于河南洛阳,是一名男歌手、演员、舞者、主持人及职业赛车手。 他以五人男子团体UNIQ的成员身份在2014年出道,之后逐渐展现出自己的多面才华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成为了娱乐圈中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王一博的成功和持续红火并非偶然,而是他多年来积累的人格魅力,过硬的实力,忠诚的粉丝,自律和明智,正能量和情商,坚韧和努力的结果。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从这六个方面来分析王一博的成长历程和成就。 首先,王一博保持着良好的人品、性格、素养、处理事情的方式让人欣赏。 他从小就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家国情怀,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如为河南洪灾捐款,为抗击新冠疫情捐款,为贫困地区捐赠书籍等。 他也经常关心和帮助身边的人,如为工作人员送饭,为粉丝送暖等。 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粉丝真诚感恩,对待同行友善尊重。 他在面对恶意抹黑和流言蜚语时保持冷静,不轻言放弃,展现出了稳定的心态和坚韧。 他也不忘初心,保持低调谦逊,不过度自夸,也不诉苦。 这些品质让他赢得了众多人的喜爱和尊敬。 其次,王一博无论是作为演员、歌手、舞者,他都有出色的表现。 他获得了金英奖等奖项,证明了演技的实力。 他主演的电视剧《陪你到世界之巅》《陈情令》《尤斐》等都获得了高收视率和好口碑。 他也参演了电影《大话西游三无名长空之王》等,展现了不同的风格和角色。 他在跳舞方面,被认可为中国顶尖舞者推广大使。 他曾担任创造101者,就是街舞等节目的舞蹈导师或队长,带领战队获得冠军,并展示了自己精湛的舞技和编舞能力。 他的歌曲也在全球榜上获得了成功。 他发行了个人单曲《Fire Lucky》舞感等,并为电影或电视剧演唱主题曲或插曲,如《给妈咪无机说剑》等。 他的音乐风格多变,既有嘻哈风格,又有抒情风格。 再次,王一博吸引了坚定和持久的粉丝,而不仅仅是短期追捧。 这些粉丝是基于他的实力和人格魅力而来的,而不仅仅是因为偶像效应。 他的粉丝遍布全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粉丝团体。 他的粉丝也非常有爱心和理性,他们不仅支持王一博的工作,也关心他的生活,为他送上祝福和鼓励。 他们也会参与公益活动,为社会做贡献。 他们也会维护王一博的名誉,抵制不实的谣言和攻击。 他们与王一博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和信任。 接下来,王一博展现出清醒的头脑,明确的目标,以及出色的执行力和自律。 这些品质有助于他在娱乐圈中保持成功和稳定的地位。 他从小就有着明确的梦想和方向, 他想要成为一个全能的艺人, 能够在各个领域都有所发展和突破。 他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付出了很多努力和牺牲。 他曾经是一个瘦弱的少年,为了能够更好的跳舞和演戏, 他坚持锻炼身体,增加肌肉。 他曾经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 为了能够更好的与人沟通和表达自己, 他学习了多种语言,并参加了主持人培训。 他曾经是一个只会跳舞的人, 为了能够更好的唱歌和演戏, 他学习了音乐和表演,并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 他对自己有着严格的要求和规划, 不会因为成功而骄傲, 也不会因为失败而气馁。 然后,王一博持有正义感, 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展现出高情商和正能量。 无论成功还是失败, 他都能保持冷静, 不过度自夸, 也不诉苦。 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 对待粉丝真诚感恩, 对待同行友善尊重。 他在面对恶意抹黑和流言蜚语时保持冷静, 不轻言放弃, 展现出了稳定的心态和坚韧。 他也不忘初心, 保持低调谦逊, 不过度自夸, 也不诉苦。 这些品质让他赢得了众多人的喜爱和尊敬。 最后, 王一博能够吃苦耐劳, 坚持不懈, 拥有清晰的目标和工匠精神。 王一博从小就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家国情怀, 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如为河南洪灾捐款, 为抗击新冠疫情捐款, 为贫困地区捐赠书籍等。 他也经常关心和帮助身边的人, 如为工作人员送饭, 为粉丝送暖等。 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 对待粉丝真诚感恩, 对待同行友善尊重。 他在面对恶意抹黑和流言蜚语时保持冷静, 不轻言放弃, 展现出了稳定的心态和坚韧。 他也不忘初心, 永远保持低调谦逊。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